黑暗中传出歌声 穿军服的乌克兰士兵唱起战歌激励士气 尽管室内光线微弱 也能感受到他们的坚定意志 不过外头敌军炮火攻势可说是丝毫没有间断 马里乌普尔亚索钢铁上最后残留的守军再度面临新一轮轰炸 军用汽车还有工厂建筑等基础建设遭到俄军连环空袭 周四乌克兰总统顾问阿列斯托维奇 宣称已经击退驻清亚述钢铁厂内部的敌军 不过莫斯科罕见否认派士兵攻入钢铁厂的消息 尽管俄罗斯不认发动攻击 但乌克兰东南部马里乌普尔这座最后堡垒正岌岌可危 因为俄罗斯先前就计划誓言要在5月9号顺利日前 拿下这个关键要地 俄罗斯想建立路桥走道强化侵略脚步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就表示 现在马里乌普尔的情况已经宛如地狱一般 尤其根据当地政府约有200位平民人 受困在亚述钢铁厂内等待一周 现在联合国正在策划另一起 马里乌普尔平民疏散计划 TVBS新闻纵得稿 由波兰和瑞典共同主办的国际高级援助乌克兰会议 集结了欧洲各国 联合国还有像Google这样的大企业 这场会议目击到将近2000亿台币的款项 全都要用来帮助乌克兰和战后重建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拍影片 呼吁全世界可以用新的方式支持乌克兰 随着5月9号俄罗斯胜利纪念日逼近 莫斯科红场的阅兵演练更加紧锣密鼓 这也让俄罗斯对乌克兰 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大外宣 同样更加猛烈 现在更传出俄军计划在马里乌坡尔举办阅兵 把这里变成庆祝胜利的重要据点 只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接受美联社记者专访时 却说俄军的战力出乎他的预料 眼前普清没有任何收手绩效 欧盟决定第六波制裁名单 将在加码考虑将传闻中普清的情妇 前俄罗斯体操选手卡巴耶娃列入黑名单 将禁止他入境并且冻结资产 TV新闻综合不动 按钮一按 汽车座椅立刻有暖气加热 对生活在美国中西部的民众来说 是必不可少的配备 但去年底通用汽车却突然宣布 要暂时取消这项功能 车商冒着让车主崩溃的风险 做出的这项决定 最魁获舍就是它 金融数据公司就曾经预测 光是今年第一季 因为晶片受到影响的轻型汽车数目 可能高达67.2万辆 但姆勒富豪汽车两家公司的执行长 也不约而同缩减今年的营收目标 就怕冲击一发不可收拾 各家车厂开始删减比较少用的内装配备 或是改成非电子式的操作方式 来降低每辆车的晶片使用量 才能维持一定的出货 车上不得不做出取舍 把期货可知的晶片保留给高档车款 至于其他车款没有晶片可以用 手机也能取代的车上娱乐系统 还有导航功能最可能被移除 就连特斯拉也推出简配版 没有USB接孔的车款 去年全球轻型车的制造量 大约是7550万辆 比2020年增加了1.2% 现在因为缺了晶片 许多车子变成半成品 只能放在仓库里 没办法出货 严重的供需不平衡 也大幅推升了新车的交易价格 尽管买车还得荷包大师血 但疫情期导致很多人 不想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82%的民众表示愿意多掏一点钱 或是多等一段时间 也要把新车给开回家 虽然消费者不怕花钱 但巧步难为五米之吹 预估可能要到2023年 晶片供应状况才能回稳 车厂也强调 只要晶片的供货充足 删除的功能 未来都能重新恢复 就怕这波删减的做法 会影响车主对品牌的观感 造成更长期性的冲击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